知名的宗教圣地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 上百公顷的园区现在金船竟然是一个大违箭 尽管就表示除了佛陀纪念馆的正殿 大佛以及门口的出入口地标之外 其他通通都没有拿到合法的执照 现在已经开罚上百万元 去年12月才风光开幕 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现在却被踢爆 100多公顷的原地几乎都是违箭 合法部分就是大佛佛陀纪念馆出入口的地标塔 只有这三个地方有拿到使用使照是合法的 其他都不是合法的 整座佛光山只有高雄新地标 108公尺的大佛以及正殿取得建造 其他像是占地20公顷的红法广场 城佛大道 甚至是观光客最常去买经典品的礼禁大厅 等14栋建筑物通通违法 就了解师傅前前后后已经开罚上百万 许多民众听到这个消息都难以置信 蛮夸张的啦 那么大的东西 那建管单位会不知道吗 被踢爆是违箭 佛光山低调表示会积极补箭申请 可别让这宗教圣地饱受违箭的批评 昨晚去年12月25号正式启用的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每逢驾驶就会大塞车 成为南台湾的新景点 不过现在却传出被检举是大型的违箭 同时还违法的开挖山坡地 而今天佛光山表示 目前正在积极补照申请合法 安全没有问题 历史13年筹建 位在高城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去年12月25号启用 拥有世界最高的108公尺坐佛像 20公顷的弘法广场 还有8座雄伟壮观的高塔 总占地100多公顷 已经成为南台湾热门景点 每逢假日更是造成周边交通打劫 不过现在却被检举是超大型违箭 除座佛像 正馆还有门口的佛光山地标 是合法建物 其余都是违箭 安全性令人迟疑 当然他会陆陆续续地 把这个使用执照合法下来给我们 因为我们建筑物跑得比较快 安全上都已经有请人家来帮我们看宴过了 所以安全上应该是没有问题 高雄市公务局也表示 佛陀纪念馆确实只有三项建物 拥有合法使用执照 但考量宗教进化人心作用 将辅导尽速合法 对违法开发或先行开罚 当他的使用行为没有复合法 我们要求他补证 限期改善 如果没有限期改善 我们必要的时候 还是必须依法来开罚 另外包括变更事业新办计划 以及后续的环平 交通影响评估 建造使用执照部分 市府各局处正进行处理 佛光山方面也解释 于佛陀纪念馆新建时程教堂 招职以违法使用部分 正配合市府成立的专案小组 进行补照申请执照 但也已经招到外界质疑 市府是否把关有问题 记者李传许正俊高雄报道